1982年 我37歲的時候 就去美國開公司 我總共在美國的亞特蘭大 芝加哥 達拉斯 洛杉磯 跟紐澤西開了五個化貨倉庫 後來我也在美國 在亞特蘭大跟德州 開了兩家帽子工廠 甚至於在帝國大廈 我也在帝國大廈 8002 80層樓的 也開了一個公司在那邊 海地總統亞里斯蒂德 說沒有一家去投資 已經沒有給他100億台幣 3億美金了 他就回到北京 我知道 我不去投資 那對我們傷害太大 那個時候你也會 你也會 認了很多會 那時候怎麼辦 不過那是身家在扯平的 不過這段位置就說 我到今天為止 我沒有抱怨過 2004年的那一個 我從國外有很多的公司 歸零對不對 那是不是很大的 那個打擊對不對 正常人的話 馬上躲起來 或者去做 比如說做一個什麼 大樓的管理員 這樣來對 我說不要 我一定要再起來 因為你要給大家有信心 你做理由對不對 一定要服務 所以我就堅持 要空姐空少 可是我堅持要空姐空少 那時候我跟石家講了 石家理性政沒有人同意我的 所以我兒子採線 國外團 那我呢 我帶第一團去調線 如果把它調到全世界最好 我假設那國外團 不是全世界最好 我就不開 因為你必須要給自己這個要求 我三十五年次 待生育四十二年次 待生肯四十四年次 一個小我七歲 一個小九歲 我爸爸他 我爸爸很厲害 你知道嗎 他說你們誰去年賺最多錢 當董事長 我已經三年叫他們兩個 大哥二哥了 所以我現在要拚 我說不拚不行 我要把大哥的權利賭回來